请问师父怎样理解就是不能有分别心 比方说一个救了很多人的大好人 和一个害了很多人的大坏人 虽然有前世的因果在里面 但是我们表现出来肯定是对好人更尊重 对他们这个态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师父也叫做分别心呢 这个不叫分别心 你看到好人看到坏人那是正常心 只不过在你度人的时候 你不要有分别心 是这个概念 听得懂吗 就是说平等心是说 你在同样的人间 你具有平等的地位在学佛 而不是说你在人间是平等的 听得懂吗 人生出来就是不平等的 所以很多人根本连这些都不会解释 还怎么弘法呀 你叫他讲讲看呢 他听得懂吗 什么叫平等心啊 平等心说 你如果今天坐在下面听佛法了 你还想看出来你们都是平等的 因为你们同样具有佛性 你们同样可以从一个平等的角度 大家一起来学佛 就相当于一个老师 班级里三十个同学 你们都是平等的在读书 但是等读出来读不出来 留级的 这个就是不平等了 听得懂了吗 那如果平等的话 为什么天上会有上等上品 上等中品 上等下品啊 为什么会有十八成地狱啊 现在还不明白啊 为什么人生出来有的很苦 有的就好一点呢 人家前世 我问你 前世人家做的功德 这辈子受福报了 你说人家平等不平等啊 你看他生出来就这么有福气 人家上辈子吃了多少苦 你怎么不讲啊 你说平等不平等啊 因为因果 到了最后还是平等的 因为因果丝毫不爽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谢谢师傅